诶 诶 阿姨 在这里啊 阿姨哥 我就是上来找你说的事情 你怎么坐这里啊 我怕你爸妈在家嘛 我也不感激了 对了 你准备去干嘛呢 我去隔一点床啊 去电视 我是这样子的 阿姨 我今天上来呢 准备跟你说的事情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吗 什么事啊 伟哥 就是 对了 你 平时去山上找柴火的时候 你尽量少背一点 知道吗 哪怕多花一点时间 你都要少背一点 不能杀到自己知道吗 知道了 还有以后家里面有水的话 尽量不要去和你们洗衣服 知道吧 你看下面都是磕磕瓦瓦的 不希望你有什么事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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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看小鸡这些也长大了 跟他长大了 你就 你就 到时候把它弄来吃 知道了吗 不要什么都要省 你要 都照顾好自己 多吃一点 知道了吗 是啊 伟哥 这有点奇怪 怪怪的 怎么了 没事了 就是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伟哥 没有了 好像变了个人一样 跟我说那么多关系我的话 孩子 其实我实际上来就是跟你说 出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就是 我爸妈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了 嗯 说家里有事情 然后我可能就要离开这边了 所以说你要 要学会照顾好自己 好 啊 你干嘛啊 你去我说 那这 哇你不要这样了 我也不是 有什么事了 对吗 伟哥你真的要走了吗 王阿姊,你不要哭了 你替我说好不好 你不是 要跟我一起在这里奋斗吗 你替我说,王阿姊 好了,你不要哭 你说在这里跟我一起奋斗 在这里跟我一起打烟 有些人讲的妈妈为苦 我说了,阿姊 这也说吧,好吧 我们两个日是这么一段时间 但是我也很舍不得离开 那有心读心,你看 在里面有时期,我也不能读管 对吧 我在这边父母也当心我 他昨天给我打电话叫我回去了 在里面有时期 我也很舍不得离开 但是你要离家,你不要哭了 你不要哭了,你不要哭了 你不要想太多了 你不要哭了 你不要哭了 我可能会不会你了 妈妈,你走了就不回来了 没有 怎么可能 妈,你赶快回去 这里你的事情 然后赶快回来 我在这边等你回来 好喜欢这里的沙 好喜欢这里的沙 也好喜欢这里的土 也好喜欢这里的土 当然更喜欢这里的沙 好伟哥,那你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一走吧 因为家里面也比较紧 所以我也不打算拖时间 你再睡吧 对了,儿子 你看,你在这边 有时候给你打电话 电话都打不通 然后我看你那个手机都不能用了 我这边呢 就是 我之前买了一个 然后也没有用几天 然后还是新的 我就给你用吧 然后你平时给我打视频啊 打电话这些也方便 你拿着吧 你就想我的时候 你就给我打电话 或者打视频 信话都很好 不要,我那个还可以用啊 没事,你拿着 你不要跟我这么客气好不好 这个手机很贵吧 贵不贵 你就拿着右吧 拿着右 其实你干火的时候拍拍一些视频啊 五点的时候 你帮我已经那么多了 这个手机就不用了 没事,我给你的 就拿着了 不要客气了 是的 那我们走吧 谢谢 谢谢 那知道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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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子,你这背的什么呀 你看你是难得回去一次对不对 我们这边没有别的 你就带着一点 回去给叔叔阿姨吃吧 土豆 辣肉是吧 不用那么麻烦了 你看,就这么客气了 你看,就这么客气了 这种有点心意 不用这么麻烦了 就带着辣肉 叔叔阿姨怎么很喜欢吃的 你就带回去吧 嗯 不要那么客气了 儿子 好不好 就是我一点心意 那就带回去吧 我也带了 真的吗 好吗 叔叔阿姨会感谢你了 我也感谢你好不好 嗯 放里面就可以了 感谢你了 妈子 再见了 再见了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